海贼王中有非常多的打斗画面 虽然不像活营人真那样拳拳到肉 但在场面节奏的控制上非常出色 最精彩的莫过于顶上战争了 轰炸壮观而不乱 这是大场面的战斗 两人的对决也有很多非常精彩 实力相近的强者 打起来就会耗时很久 像轻质跟赤拳 两人激战了整整十天 艾斯跟慎平也打了几天几夜 但是有一些实力相差全输的 打起来就历见胜负了 向艾斯对战黑胡子 以惨败收场 而以下这五场也是结束最快的战斗 有一人怒打最强战士 有一人秒杀准四皇 南本一路飞VS贝拉米 之前贝拉米各种若陆飞跟索隆 两人也没有还手 那美还为此大为生气 但是贝拉米偷了库立刻大输的黄金 被陆飞当场一拳就给秒杀了 结束之快 简直可以堪称海贼王版本的一拳超人 南本二相主VS杰克 作为凯多最得力的三大栽害之一 赏金又高达十个亿 杰克的表现真的是很让人吐槽 无脑跑去截大将的船也就算了 还跑去攻打巨无霸将主 结果很快就被将主一鼻子打入海了 也不知他那十亿赏金是怎么来的 南本三鹰眼VS索隆 早期的索隆 实力还很弱 但在东海小有名气的他 却敢去挑战鹰眼 结果可想而知 被鹰眼以一把小刀 速战速决 灭得非常惨 不过在漫画《909》画中 索隆也上演了一把小 刀虐和之国武士的场景 非常帅气 南本四大妈VS扑胡子 巨人族在战斗力上 天生就占有优势 而扑胡子作为巨人族最得高望重的长者 更是身经百战 被誉为巨人族英雄最强战士 不过在与年仅五岁的大妈对决中 被怒打了 大妈直接揪手胡子 一招KO 结束非常快 南本五麦哲伦VS黑胡子 顶上战争的时候 黑胡子还没有成为四皇 但实力绝对是准四皇级别了 不过在推进场中 遇到麦哲伦 都还没反应过来 就直接被麦哲伦的毒龙秒杀 要不是溪流带着解药的 早就领便当了 这场对决结束是最快的 可以说是还没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想看更多精彩海狸资讯 可以点击关注哦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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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谢谢观看